第六個就是 腦骨只有在呼氣的時候 才會發出咕嚕聲 通常我們家裡如果養貓的話 你在尿牠的時候 貓會很舒服 牠就會發出一個咕嚕咕嚕的聲音 但是腦骨牠在呼氣的時候 就會發出這個咕嚕的聲音 第七個是天才彼爾 在這邊要跟大家拜個早年 2022年是虎年 所以要說幾句虎年的吉祥話 在這邊要祝大家 虎虎生風 生龍火虎 龍金虎猛 虎虎天意 祝你賺錢 祝你快樂 寶寶啦 從這個中國的十二生肖來看 其實老虎牠是排名第三的一個生肖 所以為了應景這次虎年 我們就要跟大家分享 有關老虎還有虎年的一個冷知識 那第一個要跟大家分享 就是說老虎牠的記憶力是非凡的 老虎牠擁有比其他動物 甚至是人類 牠的記憶力還要好 因為牠有一個非常厲害的大腦的突出 所以牠的短期記憶比人類長大約三十秒 第二個 老虎牠是一個大模仿家 在某一些地區 你知道老虎牠會去捕熊 老虎牠會模仿這個熊的聲音 老虎的聲音本來是 牠會變成 你要學什麼 熊 牠引起熊的注意力是應該要學別的動物 不然我們現在來順便來考你 老虎的叫聲 貓的叫聲 喵 狗的叫聲 老鷹的叫聲 第三個 老虎的後腿牠是非常粗壯的 就是牠即便死了也能夠保持在你 牠死了你為什麼要笑 因為這隻老虎牠死不瞑目啊 什麼 老虎應該也算是瀕臨裡絕種的一個動物 我們要愛護老虎 第四個 每隻老虎的斑文牠是獨一無二的 其實這個斑文就像人類的子女一樣 每隻老虎都不太同 只是大部分的老虎都會有一個共同性 就會牠的頭上都會有一個王字 所以我們通常稱為老虎是 白獸之王 狗 狗 狗 第五個 這很有趣喔 老虎牠是一個兵兵有禮的一個動物 你知道老虎牠在狩獵的過程當中 如果牠遇到頭類都在不同一個獵物 牠們就會共享這個狩獵的成果 然後有時候這個公的老虎牠會等到母老虎過來 牠才會開始禁食 你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母老虎很兇 我家的母老虎 我家的母老虎很兇害 很兇害 第六個就是老虎只有在呼氣的時候 才會發出咕咕聲 通常我們家裡如果養貓的話 你在尿牠的時候 貓會很舒服 牠就會發出一個咕嚕咕嚕的聲音 但是老虎牠在呼氣的時候 就會發出這個咕嚕的聲音 第七個就是老虎的尿 你知道聞起來像什麼味道 就是像這個 像蠟有暴乳花的味道 我剛剛為了拍這一集 我特定去Seven買一個暴乳花 我現在就是來感受一下老虎尿的味道 怎麼樣 形容一下蠟尿的什麼感覺 就是香香甜甜 有暴乳花的味道 來 下面會 歡迎收看VS Media 我是戴瑟友蘇 我是瘋狗邊 終於是週五 每天週五十二點 小編造口夜 陪你聊聊最熱門新聞 每天直播在線等你喔 掰掰 第八個 這個很重要 如果你遇到老虎發生生命危險的時候 你要凝視牠 為什麼要凝視牠呢 因為老虎牠喜歡突擊動物 就是趁動物不注意的時候把它吃掉 如果你一直瞪著老虎 老虎會覺得說你好像知道牠在哪裡 這個就會降低老虎攻擊的可能性 但是建議大家還是不要嘗試 除非你去動物園可以試試看 第九個 老虎的叫聲它足夠讓你可以癱瘓 你知道這個老虎 它有一種地獄般的這樣的一個吼叫聲 你知道它這個吼叫聲可以到達多元嗎 你能在三公里以外 你都可以聽到這個老虎的叫聲喔 而且這個老虎叫聲不僅很大聲可以傳來 而且它有一種非常低頻的一個重低音的一種聲音 這種聲音人類有些部分可能會聽不到 但是這樣的聲音卻有可能把你的耳膜給震破過 你要怎麼樣能夠避開危險呢 就是第一遇到老虎的時候就是這樣 然後彈牠 這樣子你聽不到老虎的聲音 而且你可以把老虎嚇跑喔 第十個 無論是男是女 只要屬虎就不能當別人的伴郎跟伴娘 因為根據傳統的說法 老虎它會傷人 它會特別影響夫妻婚後的感情生活 會嗎 有點刻板影響 然後再來就是老虎它是被認為一個勇武的象徵 你有沒有玩過三國誌 我們都常常聽到有一個叫什麼 武武上將 關 張飛 趙雲 馬超 黃忠 這就是稱為武將 我看過終極三國 那是什麼 有許多的名人也是在古年出生的喔 有沒有看過周星馳演的唐伯虎 唐伯虎他就是在古年出生的 然後還有像貝多芬 馬力年夢露跟伊莉莎白二世 還有郭台銘 所以他出了一本書叫做虎與虎 我想跟他的生肖是有關的 還有馬英九跟陳水扁 吳宗憲 蔡康勇 林志玲 賈靖文 還有王靖 這些都是虎年出生的 所以我看這些虎年出生的 基本上他們的個性也不太一樣 像這一個 蔡永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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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溫文如雅的一個人 蔡康勇 抱歉喔 蔡康勇 要是道圈就能沒事 那還要警察幹什麼啊 第十三個 就是老虎 它其實是韓國最崇拜的一個動物喔 因為在1986年 漢城亞運會的一個吉祥物呢 就是一隻老虎的形狀 韓國人稱它為 太極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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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韓國人 太極熊 我累喔 我累喔 我累 我不知道北極熊 我不知道太極熊 所以呢 韓國人就把這個太極熊 它印在他們的國家隊的足球隊的對義上 希望藉著熊的威猛能夠籌溫以往的一個輝煌 還有韓國的一個名校 咖哩大學 他們就直接把熊頭當作一個學校的象徵 韓國人他們非常崇拜老虎 所以基本上每一個韓國人都可以講出幾句 跟熊有關的一個諺語 那有韓國學者說 每一個國家基本上都會有一個不同崇拜的一個動物 中國就是會崇拜這個龍 因為中國是龍的傳人 好想唱一首歌 第二個 美國是鷹 俄國是熊 印度是象 韓國它就是老虎 甚至有一些畫家還會把這個朝鮮半島的外型 畫成一個就是躺臥的一個老虎 那以上就是我們對於這個虎年的一些忍知識的分享 那我想時間過得非常快 2021年咻一下就到了2022年 2021因為疫情的關係 我相信對於有一些人是相當不容易的 但是我相信在苦年的新年當中 我們每一個人都可以擁有像老虎一樣的勇氣 忽者不懼 能夠突破任何的困難 在這邊天才畢業 還是要祝大家新年快樂 火力巴大腸 那喜歡我們的影片呢 請記得訂閱按讚跟分享 大家掰掰 如果你也想成為下一位爆紅創作者 請打開下方資訊欄連結 一起來投稿吧